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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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這條影片想 記錄一下 我去意大利的旅程 這就是我的行程 第一站 就來到 米蘭 最著名的地標 米蘭大教堂 其實看著看著 覺得有點像大三巴 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 是低調 這個教堂最特別 就是可以上來天台 可以選擇坐升降機或者走樓梯上來 坐升降機 就貴六歐 其實走樓梯很快 也不用五分鐘就上來 之後旁邊就是 這個又是很出名的 購物的 我對名店也沒什麼興趣 但是還沒打了個卡 第二天呢 就來到真的米蘭站了 然後就是這個想起都想哭的經歷 但是呢 都因為這樣呢 我就 機緣巧合之下呢 就認識了一個烏克蘭人的媽媽 因為她 她都差點忘了打那個洞 所以她就很同情我的遭遇 然後我們就很隨便 坐下來喝了一杯東西 然後就聊了 一個多兩個小時 這樣 超隨便 吃了這個超好吃的 伊拉圖 這個小孩超頑 威尼斯呢 真的 隨便拍的 其實是很漂亮的 我們來到這個 也是大廣場 是最多遊客聚集的地方 第二天呢 就離開威尼斯的本島 就搭一個船去離島 好像長洲那樣 這裏呢 就叫做 Burano 或者那些人都會叫它做彩色島 亂影也是很漂亮的 就吃了一杯子拉圖 接著呢 就在這裏 休息一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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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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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